方队长 李部长好 好 可好了 好就好 唐科长准备好了没有 我不是让你去通知 刑事科 经纪科 警务科 所有的警官集合起来 去抓知识子龙 谋害财科长的嫌犯案 通知完了 这不正向您来汇报吗 汇什么报 集合出发 是 哎 方队长 你别 我这老实在你这 你可一定把我儿子 你别激动 别激动 方队长 你 你要是没来的话 我都快了 对不了他了 怎么回事 你甭管这么回事 刚才你到哪去了 我刚才到你屋来了 有人我就没进去 那 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 刚才不是说了吗 集合警力逮捕包里斯 这这这 喊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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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警力 你这喊 我知道 怎么把我们下了 就说 当然 你的 我 不知道 我 就说 你真是 你真是 当然 你真是 你真是 我真是 不许 你真是 你真是 我真是 不过 那行 出发 出发 怎么样 怎么样 方律长 科长 没有发想报李斯 估计他是跑了吧 跑了 你 你说说你什么好啊 平时一个个的都精神抖走的 关键实物就是饭桶啊 赶快全城戒严进行搜捕 快 是 齐鹤 出发 全城戒严 快走 厅长 这搞不好报李斯 真是个苏联间谍 蔡科长在保安局 他具体是负责什么来着 三科 对苏工作部 那这个案子性质就不一样喽 厅长 咱们现在赶快再去丘陵商行看看 啥子呀 出发商行去货了 没找人报李斯 废物 来 唐科长发火了 那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找人去 好 找人 对对 找人 听说您没把李斯隆叫下来的 教练科长您来得正好 知道他会偷看有什么关系吗 您看 我这不正是要跟您通告一下这事吗 真的有必要让我知道吗 我看 你们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 您 佳唐科长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报李斯 我们已经盯了很久了 你们要动他 得和我通报一下 有关爹请的案子 不是谁都能动的 你们知道后果吗 那 线索来得太急了 太急了 我 给你打 打电话 一直找 找不到 你 那所以我们就带人去抓了 你们带了多少人去的 一共 三个科 抓一个人 你们带了三个科 这个 这个 怨我 是我 提议的 你 你能负得去解架吗 这个 去了这么多人 就是怕抓不到他 结果 还是让 把 把 包里斯 给 跑了 过了 线索 你们是如何得到的 李子龙提供的 他人呢 在我们科 压着呢 全是把这个案子 交给特务科 留判一关 是 这个案子要交到特务科之前 你可千万得跟那个李子龙给好好说一说 一定不能让他跟我产生什么误会 这些 你懂吗 有数 有数 好好好 你 你说的 说的全吧 你笑话我 行了 你这个老东西 刘凡叶 刘凡叶 唐科长 这个 这个 加藤科长说啊 让我赶快把李子龙移交给你 好 一会儿你就送过来 另外我问一下 李子龙说他是你们科的秘密警察 是吗 听他吹吧 挺多是个县人 好 明白了 谢谢 谢啥呀 咱俩谁跟谁 我给你说吧 吴科长 我是什么都想到了 就是没想到这个 鲍利斯会跑 哎呀 这个鲍利斯 到底是不是间谍呀 应该是 那不然的话 他不会这么匆匆忙忙地跑掉 不干啥 不是 把李子龙移交给特务科的事 这事你没跟别人说吧 我说他干啥呀 没说最好 这个事一定要保密 弄不好啊 会连累方厅长 明白 待会儿啊 咱俩分头去跟这小子聊聊 点拨他一下 明白 好了 给我切一下保安局三科 蔡孟的办公室 喂 蔡小姐 是我 唐妃 有事吗 出了点麻烦 原来啊 我是想把李子龙办实了 让他供出个幕后主使 这没想到 他突露出个苏联人 丘陵公司的鲍里斯 麻烦的是我们去抓 鲍里斯的时候 人跑了 是吗 那你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现在只有按照 家藤科长的意思办了 把李子龙 移交给特务科 我 这确实 有点麻烦呀 特务科肯定会追查 鲍里斯的事情 最好不要把我牵着进去 知道了吗 蔡小姐 你放心 我卖谁也不会卖你呀 嗯 一会儿啊 就把你移交给特务科了 真的假的啊 真的 昨天晚上 他们对你有点过分 没有 你跟蔡小姐 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我让那小娘们给耍了 耍了 那可不 她让我去接她 不能吧 她急眼了 本心思吧 我去接她 给她惊喜 她没成想 长成惊吓了 是吗 就因为这点事 她就给你翻脸了 谁说不是呢 你说她诬陷我去谋害她 怎么可能嘛 说你谋害她呀 不关她的事 是我让她这么说的 她也不想得了 她也不想得了 不是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啥时候把你给得罪了 那我什么时候把你给得罪了呢 我去你们家 要跟你说事 和和气气呢 你看你上来 就给我一枪把子 到了特务科 别胡说八道 你要胡说八道 我还会再抓你的 唐飞啊 这次的事情比较复杂 特务科 已经要马上展开 对你们的审查了 查呗 以前又不是没查过 错喽 加藤通知 这次主审的是李子龙 我就认为加藤 他是在报复 你说这个包里斯 他偏偏在 你们得到线索之后 他跑了 也许是我们其中的某一个人 给包里斯通风报了信 你别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 你别我 现在让李子龙来审我们 如果驱打成招了 那个给包里斯通风报信的人 不就有了吗 那我去跟李子龙谈谈 没必要 为什么 暴里斯跑了 总得有个替罪羊吧 那既然是这样的 那你们自己做好准备吧 我虽然是厅长 可我这厅长在日本人眼里头 你是不是 你什么 我是无能为力啊 您别说了 该怎么做 我清楚 放心 不会把你牵扯进来的 我不会让李子龙父子 对你产生误解 这不咋个账吗 你瞅啥 我瞅你咋的了 不服是不是 咋的了 记住 把你的分文 给我憋住 跟谁亮了 李子龙滴溜了两盒茶叶 去了嘉藤那儿 这小兔崽子敢动我们 我一枪崩了他 暴里斯跑 是你通风报信的吧 我 如果你把他毙了 通风报信的人就是你 昨天晚上 你们俩对李子龙动手了吗 没有 没有 大家要小心 李子龙可能要对你们 多大个事儿 谁怕的 你如果有这种想法 先死的那个人一定是你 先死的那个人一定是你 有什么个事儿 是啊 你不想做到的话 一样 台湾的其他人 企业 你怎么这么做 隐瞒 撒谎 否则 出了问题 责任自负 现在看来 我最有可能给鲍里斯通风报信了 知道是鲍里斯指使了李子龙之后 有段时间我消失了 还记得吗 你什么时候消失了 你在我办公室见到了方厅长 没有看到我吧 那我去哪儿了 你不是去总机室联系加藤科长了吗 联系加藤科长去总机室待这么长时间 你相信吗 同一年 和新来的王小姐聊天哪 我和方厅长说啊 我是跟你在一起整理材料的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我证明 你确实是在整理材料 你 这不是撒谎吗 科长 你想让我怎么说 你就说呗 看来这次是要玩狠的了 待会儿啊 你跟李子龙搞个关系 明白 他们可能要对你们先动手 别害怕 不怕的 就是 走 走 子龙兄弟 子龙兄弟 你喝茶 谢谢呗 那就开始吧 好啊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 真是没想到啊 昨天各位还在审我 今天我们就互换了位置 这真是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叶等个人 别整着没用的 我们刑事科都挺忙的 晃腾啥呀 你瞅啥呀 瞅啥 大家跳 你再瞅眼珠给你扣一下吧 报告 太监 昨天啊 他们揍你吧 主要是执行的我的命令 如果我不说 他们也不会这么干 唐科长 我要依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那行 那你就把我留下 让他们三个回家 行啊 你们三个可以回去继续工作了 继续执行任务 但是他 得留下